大家好,我是美国的Bobby医生 今天我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有关生活方式医学 我在进行学习考他的职业执照的这个过程中 随时学习,随时跟大家分享 这次呢,现在开始学一些文章 有关在实行这种生活方式医学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挑战 这一点我本身自己已经体验了 现在也被很多的前辈专家们总结出来 现在有一个2017年的一个这种内分泌学科的杂志上 有一篇文章 他就是说在研究治疗糖尿病 甚至把糖尿病完全治愈 这个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大家有的时候至少我以前是这样认为 是糖尿病是不可治愈的 就是针对于二型糖尿病的 因为一旦得上之后呢 是一个渐进性不断恶化 如果最好呢就是停止恶化 很多情况下都是不断恶化的一个过程 但是这篇文章呢就是说 因为二型糖尿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活方式造成的 比如说饮食啊,运动啊,环境等等 如果我们对这些进行干预 尤其是在我们的一线的这个细胞还没有完全丧失的时候 同时呢,在这些我们身体还没有这种多发器官 已经被糖尿病带来并发症的情况的时候 这个疾病不但是可以能够缓解逆转 甚至还可以完全治愈的 这一点对我非常重要 因为我家妈妈最近诊断了这个糖尿病 我也在和她一起把这个事情重视起来 所以在这过程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之间的交流 如果有类似情况的家人啊 或者自己啊,或者同事朋友啊 也可以以此为一个借鉴 好,关于这个生活方式可以缓解甚至是治愈糖尿病 但为什么这个得不到很多的应用呢 主要大概有两个方向 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如果在短的时间给安排一个比较严格的生活方式改善 可以做到 而且效果非常好 在美国有一个好几年的一个叫做糖尿病预防性实验 就是通过降低体重 然后运动来改善糖尿病 非常确实是那个是来预防糖尿病了 非常有用 比这个吃二杂双瓜都还有用 比什么都不做 效果能够降低到百分之 降低百分之五十八 非常明显的效果 但是呢 在长时间的情况下 如果一旦没有了这种 大家在一起进行干预的这个努力的情况下 因为社会的压力呀 生活的压力 还有现在的这种商业的压力太强大了 所以很多人都不能把这种良好的生活习惯坚持下去 如果能够有一个好的办法 让大家坚持下去 这个就一定能成功 还有第二点呢 就是现在的医疗的结构呢 都是还是以治病为能够得到经济效益 来进行更多的资本再投入 进行研究新药 所以对那些没有得病的情况 就是高危的人群 甚至是没有高危的因素 只是高危的生活习惯的人 怎么样进行干预 现在还是一个新的课题 所以我通过我自己的体验呢 我已经在过去几年 从减脂增肌开始慢慢学会了生活方式医学 应用在自己还有我的自己的家人 现在呢 虽然我家人 爸爸妈妈在中国 我还没有办法去看他们 但是通过每个周末进行联络 也开始帮助他们改善 比如在过去这一个周六 昨天的时候我们就聊了 教了爸爸妈妈怎么开始注意这个饮食 包括饮食上面怎么看这个标签 要看糖 含脂 还有含盐 这些都非常重要 如果一开始没有不了解的话 可能不知道是要看这些方面的因素 还有呢 慢慢开始学什么叫做生糖 就是生糖值 比如如果是同样的米饭 糙米饭 如果是做成粥的话 很快吃下去 就非常容易消化 生糖就很快 如果是米饭呢 就会好一些 所以这些呢我都开始和爸爸妈妈分享 希望能够帮助到他们 同时呢也得到了他们一个病例 就是包括身高体重 体重指数 还有腰围等等 如果大家也希望改善的话 希望也一起加入来改善 好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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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